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双皮来组合 确定吗 苏宁又是要扛着这样的下路压力吗 对方可是RW是没有选拽路 锁了 RW要不要拆 要不要考虑拿一下布林斯 这把拿到的肇权 也是有感应过往的风格 想抢河道线 RW要护钢了 阿拉夫有W的回血 你逞我也逞 你闪我也闪 Q没中 这个雪莉马回来了 阿拉夫也能够击杀 再来一下平A 赚了 这个大赚 虚竹在前面这样被击杀就非常难受 还能够针对一下克裂 斧子没捡回来 这个就很顺了 再捡 再捡没有扔到 我们看到维维已经过来了 对方没有意识到想一闪现运到 继续跟进斧头给上 再自己再掉闪 还有闪现 维维跟进一斧子就收掉这个人头了 从之前刚开始磨合 围绕着去打四把鱼 来了刚说完 这个有危险 闪现没得 闪现没得 那就走不了了 知道了 这种打野英雄本身就已经很强了 进一段很强 再出一个容渣 就叫了花田过来 三个人去做包夹 后面有一个霸裂出火的 身上没闪现 走不了了 这个就有点太瘫了 蹭一下助攻 不蹭 直接拿人头 终结啊 这个事还是给到花田 画面并没有看到太多 上面对线都很均视 发现QQ拿到了 中路 造星有大招 这大招 没有看 安德有造星的大招 有技能CD了 下队 不让他回家 奥拉伯继续入侵 也要打了 这个大招 不进库 造星过来 助攻没蹭 上路也同时产生了人头 这个 这个苏宁在前面 这两个人头就 有点亏啊 本上奥拉伯是在刷野的 没有想过 没有想到安德直接就想着强杀了 维维也没有过来帮忙 安德在个人的击杀伤害估算方面有那么一点点失误 关键是 花田还有蓝把给你一个符文禁锢在防御塔下 又是给你一个符文禁锢 上路一波大招 Biu Biu是打得比较凶的 但是前期还是打不过克力 是打不出啊 啊还叫闪现 想一起来是已经看到了 没包在球果啊 有包在球果还能够去针对下路 来了 减速到那就有危险了 没了 这个人头带走 还可以说危险 闪现队友过来 虚主想要反打 Biu Biu在上路拿到刀面也需要去稳住一下 不能这么硬打了 我都不能这么硬打 这个现在柯烈赵云他已经打得上很高的 现在Biu Biu是没有打着资本啊 又想换 想要下马了 下马之后 哇 太激进了 Biu Biu 有点上头 是啊 这个不应该啊 打起来 没有关系 但是泰塔人的进攻欲望很高 看后面张文禧也继续打输出 阵上大招都有的 宇宙智慧先下来 无敌状态 有过了一截 闪现过去再拉着 有点太拼了吧 这个真的有点拼了 一个眩光 晕住晕住泰坦 我们看塔里克 塔里克没篮 后面数据跟不上 但是我们眼看着没有人过来支援 闪现阁去做互换 换不了 TP下来的一个刀妹 可以收获人头了 两个带走 中路柯烈也是开车 直接三个人带走了赛拉斯 各拿一些人头 这两个队伍遍地开花 哪一路都在打架 本来有做事情 你看龙和小伟先锋拿了 但是跟对线上面 Angel包括BiuBiu他们的一个沟通 还更想要去打进攻 你说完我就过来坐一下了 坐一下 没有飞到斧子 旁边也来了一个赵小信 赵小信开启的大招 阿拉夫的伤害有点高 现在靠续 靠维维一个人直接带齐 全部都是有大招 完全是不怕 一雪塔就一定要拿下来 上路也有可能 然后柯烈拿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 夏洛还是想要继续磨 这个柯烈得打一下呀 但是张无忌打得很凶 所有伤害所有羽毛都想要打到对方身上 如果这一匹 这匹是去中路的 明显这一把司马老贼的发育比上一把要好太多了 是的 夏洛也包加 还来了一个赛拉斯 一边包上一边包下 但是刀妹没兵线这里越不了 瑞兹开车了 没兵线我来创造兵线 赛列冲压冲到了塔下 闪现符文金库给到了 伤害直接可以灌死刀妹 但是刀妹想要操作起来 没办法 赵云已经接近 包走了 你针对我上路我就针对你下路 但是下路没有机会去击杀 只能选择退塔 做一个支援互换 这给到了下路组 双平台组合是特别大的支援 其实这二塔的影响 给他打了 给大招预复住 想想有点起不来啊 啊起不来 因为他身上没有大招的 队友赶紧过来帮忙 但是泰坦叫什么 就大招把对方给控制住 赛拉斯还是能够拿WQ 两个人倒下 这个高地塔暂时没有欲望 还是稍微笑一笑 这应该是张无忌的使用 来打出他应有的伤害 对 把他们本身应该发育的 主要的双平台组合先给针对一下 因为BQ这个点该怎么样 也是已经要被针对了 奥拉夫先开大招 克雷大招也开了 但是没拉到人 这条是水龙 其实对于苏宁来说 可放也可以不放 但是更加要求打架 大招空掉了 这个大招空掉之后 没有关系 宇宙最会先下来 又是苏宁的一波节奏 先把他人给带走 克雷一个人不敢打输出 因为所有人都是无敌的 倒霉 又是BQ BQ再次拿到一个Triple Q 同时这个克雷 刚刚这个画面 我也好像让你看过呀 奥拉夫拿下这个人头 张无忌只能去送他了 BQ 也一下比一双二没有拿到 这波节奏还是 苏宁的大招也真的 太具威胁了 每次苏宁开大招 只要BQ能吃上 都能拿下三杀 这波回放 大招开得完美 所有人都吃上了 BQ不断地输出 打到对方的前排 不肯烧叫 剩下的赵云 也只能看得起 在跑走之后 被对方踢杀 最有优势的赵云 他面对对方 宇宙智慧一下来之后 我都不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 我拿了十把无尽之刃 在手上都没有办法 就打输出 双平台组合也是在中路 演了一下 赵出来了 看怎么守 克列要不要交传送 只要把克列的传送 骗出来 苏宁就是赚了 目的就打到了 同时TP也是亮了起来 看克列的位置 克列的位置 RW瞬间集合 草丛里面没有视野 很慌 要想抓 好机会 闪现大招 换了个闪现 没有关系 双方继续做拉扯 泰坦的位置不是那么好 瞎得抓了 交出一个暴风雨热 同时两个大招 这里大招直接无敌 五个人无敌再次上演 对于RW来说 有点难以招架 看一下克列 有没有机会打输出 没有办法 BQ也是开始 不断地去针对对方的输出点了 克列能不能再次上马 BQ继续打输出 这个Sona虽然倒下 但是后续的一个伤害 苏宁的伤害太爆表了 瑞兹的装备也没有成型 太难了 剩下黄盖 只能看着对方打大龙了吗 打了一波二换四的一波团战 苏宁还是求稳 利用中路的兵线考虑 把最后的那些黄盖也要收下来 要收了 这一波Ace给到了苏宁 还可以消耗中路的 要考虑打大龙了 因为维维也还在 尤其是BQ这个点 又想抓一个其他人打龙 就限制对方的虚竹 不让他进场拿到大龙了 剩下一个走单的 要急杀掉了 花田直接阵亡回家 还可以追陕线辅置 选择月塔强杀 旁边的赵云 赵姓已经没有办法走了 这样要一波了 这样子的话 后面的兵线能不能跟上 能跟上 是吗 我今天很凶 还想给了一个音符 收掉最后的一个克脸 再次打出了一波Ace 又来一波Ace 看着这个时间 能不能一波就一波不了的 但是对RW整体的局势 已经是没有办法 很难去挽回啊 是中路的水晶肯定是要告破的 如果出来的RW 其他成员再次阵亡 就有可能给到苏宁一波的机会了 我感觉苏宁还是不想放过这一波的机会 苏宁想要一波 但是对RW来说不能够放弃啊 现在张无忌出来了 五个人面对了三个人 泰坦才刚出来 有大招 宇宙智慧再次产生 又是五个人无敌 让RW有点绝望啊 先杀人 张无忌想拼命打输出 暴风有人杀出来 撒出来的还是被对方给击杀了 苏宁的伤害很爆表 同时有着这个无敌的buff 苏宁再次拿下比赛的胜利 没有给到侠客 上到这座狮子山的山腰 太精彩了这波交战 这两支队伍在今天的两场比赛的一个交战太频繁了 他们在前期苏宁在前期的优势把握了非常好 就是让下路组早点释放出来 在打团的时候 SOLAS的大招开了完美 尤其在小龙那一波的团战 是让对方给到了buff 拿了一个三杀之后 优势完全奠定下来